来看我们度假消息 国民党秘书长金普聪上任四个多月来 党务改革动作没有间断过 而现在不但要求党工上班要打卡 而且陆续在进行了三波的党内人事调整 但是有国民党的立委就认为 党中央在五都选举前不断地对基层党工出招 恐怕会影响到党工的情绪 波及到国民党的选情 5月1日起 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党工上班时就得打卡报道 这可是自诩为CEO的秘书长金普聪 管理党工的最新手段 但党内立委却有不同看法 委员替党工说情 但金小道的改革大包没考虑停过 不但先研览学者改造民调中心 还一步步调整人事 最近从中央到地方 甚至是重要铁票区黄复兴党部 大概有二十多位主管级的党务干部 在四月底后不再接受党内续聘 算是两千年国民党失去政权以来 最大一波人事地震 金秘书长他当然有他的用人的方式 减少人事的话 其实对国民党未来的选举里面 他会倍增压力 而且他会比较吃力一点 自己战力考量 那我们也希望说他们能够各自发挥战力 想让国民党转型成为选举机器的金普聪 到底能不能借由一波波的调整 让党成为变形金刚 年底选举就可以见真章 也是新闻王佩文林秉舟谢正林台北报道